在茫茫大海上,一家海鲜店老板韶峰和他的好兄弟们在海上打鱼 突然间,他们打捞上了一只奇怪的章鱼 这只小章鱼通体粉红,有着一双蓝汪汪的大眼睛 最奇怪的是,它的后脑勺长了两个尖尖的触角 还时不时的发出婴儿般的叫声 他们这一帮人出海多年,但却从没见过这样的海洋生物 他们非常惊讶,也很是兴奋 随即带着这只小章鱼回到了韶峰的饭店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便是货端的开始 韶峰这几天正和女友小莫闹矛盾 他一想,小莫不是专门研究海洋生物吗 拿给他看看,他应该会开心的 于是他就把小章鱼带给了小莫看 小莫看后面露喜色,但还是没有给韶峰什么好脸色看 只是叮嘱他,千万不要为了利益把小章鱼卖掉 这可是个从没被人发现过的新物种,异常珍贵 小莫把手贴进玻璃,小章鱼也非常灵性地把触手贴进小莫的手 非常的可爱情人 自打韶峰把小章鱼流到了店里 店里的生意可谓是风生水起 游客络绎不绝 就在韶峰的事业蒸蒸日上时 有一个叫林老板的人光顾了他的店 林老板和他谈到小章鱼 叫助理拿来了一箱数目可观的money 声称要买下小章鱼 韶峰看着那些money足够让他享受一大阵子 就在他望着money纠结时 他想起了小莫对他的嘱咐 他毅然拒绝了林老板 告诉林老板他的小章鱼是不卖的 林老板看他坚定的样子便遗憾地离开了 像这样的人物 他不卷土重来那都是不可能的 果不其然 回去后的林老板和他的下属商量决定 趁夜色去抢小章鱼 怎料还没等他去抢怪事就发生了 傍晚游客们悠闲地吃着晚餐 就在这一切安详的背后 危险却在隐隐逼近 一根巨大的触手伸出水面 悄无声息地靠近人群 一只巨大的章鱼突然浮出水面 那悠闲地吃着晚餐的人们 看到了这么大一只章鱼 个个都吓得屁滚尿流 大章鱼伸出更多的触角 不停地攻击着岸上的人们 但他却唯独没有攻击一位孕妇 而是越过他去攻击那些逃窜的人 韶峰见势不妙 抄起一把刀就向章鱼砍去 可小刀哪里是大章鱼的对手 只见大章鱼给他来了一记回手掏 并附带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韶峰瞬间蒙了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餐厅就被大章鱼的巴掌拍成了碎渣 餐厅复之一具 游客也死伤惨重 韶峰因此也付上了巨额的债务 为了还债 韶峰不得已把小章鱼卖给了林老板 林老板以科学研究为由 劝说小莫协助他做研究 小莫在日常与小章鱼的接触中 发现小章鱼其实是一只基因突变的特殊物种 他根据被大章鱼袭击的顾客身上的DNA 判定小章鱼和大章鱼是母子关系 并且这只大章鱼已经70多岁了 究竟是什么能让一只章鱼这么长寿呢 其实这一切都和林老板的祖父有关 原来早在二战时期 纳粹就开始了基因研究工程 而林老板的祖父则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 他们为了提高士兵的战斗能力 秘密进行了一场违背道德的基因研究 但在研究的过程中 意外地让一只小章鱼逃脱 算算时间 当年逃走的那只章鱼 和现在腥风作浪的大章鱼 应该是同一只 这只大章鱼这样的无坚不摧 显然是当年的实验取得了成功 林老板在得到祖父的笔记以后 一直在寻找着这只逃走的实验品 现在他决定去寻找当年的实验室 获得当年的实验药剂 然后了解章鱼长寿秘密 制造出长生不老药 赚取大笔的钱财 为了防止这天大的好秘密泄露出去 他决定除掉这两只章鱼 林老板拿着小章鱼当作诱饵 去引诱大章鱼上钩 从而一网打尽 但小莫发现了他的阴谋 小莫不忍心看到林老板残害生命 他决定去阻止林老板 但他的一个人的力量太微薄了 最终被林老板关了起来 危急时刻 他迅速拨通了韶峰的电话 此时他也悄悄地混进了船舱 奈何韶峰寡不敌众 很快便被林老板等人抓了起来 林老板决定把韶峰丢进海里去喂鱼 眼看韶峰即将要落入鲨鱼的血盆大口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小章鱼伸出触手救下了韶峰 这时大章鱼也浮出了水面 他舅子心切不停地挥舞着手臂 向雇佣兵们挥打 阿峰为了拯救全船人的性命 快速打开了小章鱼的笼子 把小章鱼放回到了海里 但林老板的手下却不停地向小章鱼射击 小章鱼受了伤 这自然也激怒了大章鱼 大章鱼发狂似地向他们发起攻击 一行人见普通子弹 无法对这只深海巨怪造成有效打击 一位雇佣兵扛起了火箭筒 一发入魂击退了大章鱼 众人继续向前方的岛屿前行 但不一会儿就被大章鱼重新锁了起来 众人只好弃船逃亡 索性船已经离海滩不远了 他们也安全地上了岸 他们在岛上找到了通往实验室的岩洞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大章鱼的触手一直悄无声息地跟在他们的身后 触手就像黑夜的幽灵一样 穿梭在这幽暗的峡谷之中 人类的武器根本无法与他的触手辟低 他们只能边打边退 最终到达实验室时 曾经庞大的队伍已经所剩无几 推开厚厚的灰尘 林老板也找到了他可求的长生不老药 雇佣兵们也布置好了炸药 准备来一个稳中捉鳖 然而贪婪充实了人类的本性 他们开始为争夺基因药剂发生了内讧 就在他们内讧之时 大章鱼突然出现 使出大招狂舞挥打 将队员们一个个的杀死 林老板也在荒腕之中被钢管灌圈了身体 瀕临死亡的林老板才凡然醒悟 做人不能为了不义之财 土害生灵 才是最后注射到张玉帝内的事情 爷爷 为了不让那些得到的 就将它混在了那些失败的棺子里 便宜去车款弄在那厕所里 将是人类的豪杰 他嘱咐小莫要把他的药剂安全地带出这里 这时炸弹恰好引爆 小莫和韶峰两人飞速逃离山洞 在洞顶一跃跳进大海 身后的大章鱼也随着定时炸弹爆炸 结束了生命 过了几年 韶峰和小莫的儿子在大海里游泳 遇到了意外 就在即将溢水之时 一只粉色的小章鱼 拖起了韶峰的儿子 有惊无险 小章鱼救了韶峰的儿子 这也算是小章鱼回来 向他们报恩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那是多么的美好 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都应保持一颗善心 对人对事都是一样 当然 生而为人 不能为了不义之才 去做违背道德的事情 孔子云 不义而富且贵 与我如浮云